国家为安哥拉 他有2.18 但是这个辽国 辽国还比较多 柬埔寨还有乌克兰 这几个国家的变化 反而还比较大 好 所以我先把纸货品先拿掉 因为我已经找到2.多倍的 再来国家还有什么可以找 没了 就是这边我们只能拿到这几个 他说国家为安哥拉的 还有国家为腾亚的 国家为柬埔寨的 阿曼的伊拉克的 这样可以了解吗 这些国家的交易的情形 会让我们的顺差变小 他这就是 这边算出来的情形是这个样子 这样了解吗 我只是大概告诉你 你知道你就不用花很多的心思 那你是不是可以颠倒过来 去看一件事 顺差大 他说如果是国家是科威特 科威特就这里 好 不过顺差大好像就跟国家 这些其实都没有什么很大关系 因为都是一点多倍 都是一点多 至少要1.3倍以上 才是比较有意义的 那如果说像这边 问题是不是顺差小 然后这个国家为安哥拉 所以这边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去追 那个安哥拉这个国家 可以吗 所以这只是提供给大家一个 思考解决问题的一个方法 这套软体 他当时推出这个 impact factor 关键影响因子 我觉得他做的是还蛮棒的 节省我很多在计算上的一个时间 就给你们参考一下啰